2月13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九,马祖县长刘真盈率领着马祖经贸文化交流连衣会议行30余人,通过马祖至黄旗航线抵达福州港黄旗客运站码头,参加第17届两马同春闹元宵活动,开始了为期4天的参访行程。 在今年的福建省两会上,福建省省长谭登杰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2019年福建将促进闽台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推动于金门、马祖、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对此,刘真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乐观启程。 促进两岸的经贸国家是更务实、更积极的做法,为未来的通气、通桥、通水、通电,就是奠定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近年来,福州和马祖深化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显著成效。 荣马一日生活圈逐渐形成,2015年12月24日,黄旗镇马祖航线正式开通,八海里的航程航行时间仅需25分钟, 加上2001年开通的马尾至马祖航线,目前,荣马两地每天有多个往返航次,极大便利荣马两地人员往来。 现在的黄旗小山东,20-25分钟就到马祖了,然后马尾也有个小山东,那今年也会开通的浪旗码头,航程也大概是40分钟就会到。 那我希望说,透过这非常便捷的小山东,我们也提出很多的一个政策,鼓励福建的居民,可以透过这样子小山东到马祖旅游,也可以经过马祖冲展到台湾。 那我们的货物也可以透过这个马尾自贸区跟我们目前积极推动的这个免税餐租,海运快递,加速这个货运的交流。 我想对这个交通旅游跟经济交流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了解到,第17届两马同春闹元宵活动将于2月15日晚在福州马尾亮灯。 此前,福州市马尾区征送的35组规格多样的花灯,也从黄旗运地马祖,将在马祖两马同春闹元宵灯会上展出。 此外,马尾区还将主团赴马祖共度元宵佳节,展演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共同营造两马人元宵佳节同庆的浓情氛围。 福州真的是尽在支持,大家是一个共同的生活村,也是等于是一家人。 我想透过这样子交流,可以更促进两岸的民众的这种情感。